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希望他集权之后 经过一段的调整 面对现实 这是我给他寄与的希望 同时他也带来了集权 给我们带来的机会 第一条 下边卡卡卡不掌 两次站起来就是CCPB给我站起来 这次给我站起来了 我说另外一个 我说不反习近平的原因 我现在反习近平会造成习近平和所有的 真正的中国人 像王岐山 孟建柱这种绝对的像傅振华 孙立军说极恶之人 党内这些坏蛋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他会联合一个国家机器的对付这些正义的 真正的为人民利益为国家未来 为民族未来发展的人 我现在不反他 让给他一个充足的世界 看清这些坏人 我说你看最近他抓多少人了 抓了很多人 抓人很多都是坏人 我说像大连的刘车国 是不是 我说我听说傅振华很快要被抓 也会被抓的傅振华 孟建柱已经在调查中 王岐山我说他一定会进去 孙立军我说现在他那个告他的案子一堆一堆的 我说你们谁敢再说敢给我打赌 这几个人 谁会被抓 谁不会被抓 谁敢给我打赌 其中有一个原来美国司法界的老同志 我说你咱的老朋友了 你先说说你敢给我打赌 你当初跟我说 我跟孟建柱是好朋友 孙立军跟我联系怎么样 你敢给我打赌 他说 我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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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只能打一万美元的赌 我说我们今天不是爱习近平 也不是说我们怕习近平 是我们战略和安全利益真正的爆料革命的最终的目的需要 我说如果我们真的实际上有民主 法治自由 这是我们最佳选择 所以如果是为了我个人弄点钱找人妥协路 我说我有一万种方式 而且我如果有那种想法 我就是天下最傻的人 我干这事干什么呀 不是神经病吗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你干嘛干这个去 我所有的发生的这种苦和付出的代价 绝对我认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动 我这个八弟为了我死的 我的俩哥在监狱里面 我家我的父母现在这么大岁数 我这么多员工被关了两三年出来 现在有很多人又被威胁 又被抓 还有在这边关注 还没开庭 现在大连市和辽宁 整个现在和这个政法委 还有河南专业主 现在拼了命的把你国家财路给你断了 然后呢 在国外想尽一切办法 游说 把我给弄回去 我就问昨天天下 我说其中今天在座的 其中有三个人 有两个人用过我私人飞机 我说你跑了川普总统上 游说让我把我送回去 里面一呼 起哄 全都知道是谁 中国的老朋友 我问你老朋友 你用我飞机你住我盘古都没什么 你竟然送 你在游说帮王金山把我弄回去 我说现在他们还在干这事 我说但是 我们恰恰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受到了这种个人的威胁 利益 我们就去平衡去了 就放弃了我们的理想 追求中国 法治中国 以法治国 我们反对以假治国 反对以贪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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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民主利益 和真正的中国的国家未来 我们要往前发展 我们不反这个民族 不反国家 不反习近平 这是我们的战略目的和战略手段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就是这么实打实地说呀 这必须的 我说我这就跟个人 如果我要是在乎 别人还说你郭文贵在干啥 你为了啥 我说我就不配坐在这里 我的智商和我的勇气 我分分钟地做出对我有利的决定 但那不是我的要求 那不是我的诉求 我就没有这个力量 也没有这个精气神 我说我给你们准备这么多的presentation 这么多的数据我要记在我脑子里 我能编得出来吗 我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花那么多钱 我损失那么多钱 我来干这事 是吧 这是个起码的常识吗 还有 亲爱的战友们 最终最后挺过的都是赚大钱 要合法赚钱 阳光赚钱 别偷钱 别骗钱 好 好 好